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舞台很漂亮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没有告诉大家 我觉得很可惜 我在外界里面让大家看到 我觉得是一匹黑马 我希望我不是一匹黑马 我要稳定的在全国前六 没有掌握我的角度 掌握我的舞台 我是新球队没有错 我有一面传统球队 然后再 小孩子很棒 虽然是第五名没有关系 可是造型中他们已经是冠军了 请各位 就是未来再继续为我们 加油跟支持 我会再更努力的呈现 台中式排球最好的舞台 给各位